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学着用极好的心态 积极的生活态度 接受这一场风雨旅途 小小简单验证了 对正义和真相的探讨 想彻底消除 为非作歹之人 需要用恶意的眼神 回击黑子们的嘴脸 清末冬出寒凉的世界 透露出苍凉的气息 成年人的圈子 慢慢的加深了矛盾 告别黑子的纠缠 招战走上了拼搏之路 通往希望看到光明 努力至今 他终于可以笑着和伤痛告别 当央视出场 力保抗议局幸福社区 黑子真熟了 接连不断的大言 仗义媒体的多项关注 仿佛找到了通向黎明的路 流逝到2020过完的9月 战战的生日 也成为了各位粉丝在意的中心 时光不改 最初遇见 圆境圆灭 难以诠释 陪伴模样 肖战与小飞侠 造成了彼此世界的二分之一 在大环境小氛围里面 书写着那一份不容易 从前慢 邮件慢 寄出一份祝福 需要邮递员 而今互联网发达 人与人的情感沟通 可以在微博 知乎一些大平台 人间可期 战战是时光城堡下的 治愈天使 那一句句 忠言逆耳的语言 那心事满满的社交圈 小飞侠终于明白 自身偶像的 落寞和艰难了 距离生日不到半个月 整个世界都在 爱和宠着肖战 迎接新一次的同时 心中也有了满满的期待 粉丝想着为他 做点有意义的事 延续公益 将正义精神延续 维持幸福的片段 而两家合作的品牌方 最近也有了新的行动 备赞世间最暖心的品牌 02 肖战生日礼物提前公布 少年的笑意 就投灵在了 昨天的刚出道之日 记得燃烧 记得陈行令 记得庆余年 皇帝陛下 从2018年超话区的 小飞侠每一年 都会送生日祝福 出道周年礼物 那年肖战没有多红 但粉丝却奔赴着这份热爱 赶往了山河之川 从盲间到了 走之一句话 他做演员多久 就爱多久 肖战生日礼物提前公布 10月5号 代言人生日 小玫瑰和猛牛真果力 果断出手了 那一夜32分钟的 直播罢评全球 真果力在知错就改之后 推出了新品 送来了神秘礼物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怨糊 相聚在一个大家庭里 为了内心的真爱 疯狂一次吧 从两大品牌方发文 我们得知 真果力和小玫瑰联手 联手准备礼物 以粉丝为主体 他们可以花式祝福 带话题表白 双重惊喜 解决了粉丝的困惑 消除了他们的想念 粉丝哽咽落泪 品牌方恳请笑纳 得知这样的一份大礼 感动不已 一年一次的生日 能够又一次的 被选中的机会 不足为过 相遇在饭圈 守护在饭圈 这份礼物 可以是你的手绘 也可以是你的手写信 亦可以是你的祝福录音 形式不限 而他们将会制作成 一本小册子 又或者是一个流程机 送给肖战 并且让他听到 一起为爱欢呼吧 以爱之名的路上 有各种各样的祝福 颇为感动 云生之年 遇见是最美好的事 随着生日临近 粉丝们也在准备手绘 注重仪式感的姑娘 终有一日 会把肖战记载青春岁月 又或者是一场 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约人剩下的光年里 一切无恙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